Hello,大家好,我是Jack 今天做的是熱焗烏頭 首先看看要什麼材料 通常我們買烏頭的時間 老闆都會留一粒東西給你 這粒就是烏頭的喉嚨 很爽口 還有我們記得要選肥大一點 高就會多一點 還有記得在買的時間 就要跟老闆說不要打輪 因為如果打輪就不可以用來做鹽焗 調味也很簡單 就是這幾樣 首先就是把檸檬切片 然後我們也要切幾片薑 烏頭我們洗乾淨之後 記得吸乾水 接著就可以加少少的胡椒粉 還有少少的鹽 在烏頭的肚子裏 少少夠的 接著就可以把切好的檸檬 還有薑 我們分別都放幾片 在烏頭的肚子裏 焗出來的時間 就會香好多 還有入味一點 然後我們就會在這個石子上 先鋪一層薄薄的粗鹽 接著就可以放一條烏頭上去 記得刀口要向下 如果不然待會我們再加粗鹽在表面的時間 粗鹽 就會 進入 魚肚子裏 就會很鹹 接著我們就把剩下的薑片 還有檸檬片 鋪在魚身上 焗起來的時候 就會 進入味 然後我們可以把部份的粗鹽 就先撒一撒在表面 先整理一下 鋪好它 然後呢 我們就 摺上這個 石子 變成一個兜型 然後 再把其餘的粗鹽 加上去 粗鹽 就不會掉了 然後就可以 完完全全的粗鹽 就可以包住整條烏頭 接著我們就要小心一點 慢慢就會把石子封好 魚頭的部份 我們都加一點點鹽 包住它 封好之後 接著我們就可以拿去焗 焗爐呢 我們就會用220度 焗爐的25分鐘 就完成了 好 出爐之後 我們先放在這裡 攤凍 攤凍了之後 才好打開它 打開的時間 你們就會聞到很香的檸檬味 我們就要弄走 烏頭上面的鹽 就可以上點 在吃的時間 才打開它 吃烏頭的時候 你可以點一些 麵紫醬 其實 我就沒有點的 因為我 都覺得 已經 好一味 好香的 好了 今天要分享的 鹽焗烏頭 就完成了 如果你都喜歡我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分享 以及訂閱 拜拜 按來